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Codex 射箭心机力赞助不出 大家好 这是网络游戏频道 今天换了个地方 因为今天的主题呢就有些严肃 特别不想在我的剑馆里面拍这个视频 我相信对射箭感兴趣的朋友 因为信息的催送 也就可能听到过这个名字 复合两用功 这个世界上其实有很多东西 它名字和它的用途没有关系 比如说速鸡 跟鸡肯定没关系 沐鱼和鱼也没有关系 那复合两用功 跟复合 跟两用 和功 都没有关系 为什么这么说呢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在复合两用功中 它主打的内容 它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打钢珠 今天这个镜头离我这么远 也是因为我觉得离太近的话 我怕伤着你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钢珠 特别成一个实心的小钢珠 那为什么说钢珠特别危险呢 大家都知道 复合这个棒数也是特别的大 所以如果你用复合发射这样一枚钢珠的话 钢珠不是箭 为什么复合射箭它是安全的 而打钢珠不安全的 看 换成这个棒球 大家就看得清楚了 球是会弹回来的 但是 这只已经是射箭里面 可以算最差的一只波线箭了 但没有哪只箭 是可以反弹回原路的 它是由这两个东西的造型来决定的 可能你也会说 那我有靶子 我有安全的地方 那我打钢珠是不是就安全的 世上就是有万一 就是有意外 如果你拖把 如果你打到了把架上 如果你打到了墙上 这样一颗钢珠反弹回你的脸上 咱们都不用说 在发射的时候打到手 咱们就说它反弹回来 如果它是直接弹到你的脸上 或者你的身体上 你觉得一个四五十磅的钢珠朝你打过来 你受得了吗 好了 所以复合两用弓 不是弓箭 同时它也非常非常的不安全 也希望你可以打消购买的念头 如果再有谁跟你说 发射钢珠是安全的 那你就看看我手上的这个 嗯